郭文貴議員 現在只有兩線在作業 我們到明天早上 那個機車腳踏車行人會另外一條線 因為那個機車腳踏車行人要從旁邊過比較容易 就不會站入兩個車道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兩線道變成三線道來說 悠遊卡是最快也比較乾淨 所以你要儲值夠再來 我們標準是三百塊 不過拜託你還是儲多一點 儘量在網路預約再來 台北市我們看到大眾運輸的確有下降的趨勢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市民可能也開始做自主的一些管理 那接下來的人流數量 因為現在大概有一些聚會或者是像母親節的活動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盡量的 如果非必要的活動可以盡量的減少 那還是希望說先在這波疫情裡面 能夠讓大家 如果你旁邊有自主 有相關確診的 你就趕快自主管理或者乃快篩 那另外的民眾就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活動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s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